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跟我一起開箱化妝 然後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開始 首先 先把我頭髮加起來 用湯送我的小髮夾 我好像很少用這個 我應該多用一點 哪一面 對一面 那第一個要開箱的是這個 保養品 我的這個牌子叫 Good Molecules 可是我沒用過這個牌子的東西 所以覺得很好奇 第一個要用的這個是 Hyaluronic Acid Serum 就是保濕的 精華液 欸這個包裝好可愛喔 沒有任何特別的味道 先擦半臉 欸我忘記跟你們說 我嘴巴看起來很油 是因為我嘴唇很乾 所以我就有擦唇油 我擦的是這個 Dior 的這個唇油 這個是琪琪送我的 因為她覺得很好用 她就送我 欸吸收還蠻快的欸 吸收之後有一點點黏黏的 感覺很像這個 泥淨絲的這個精華 擦起來感覺很類似欸 再來另外半臉她還有這個 Daily Brightening Serum 也沒有任何味道 感覺比剛剛那個 Hyaluronic Acid Serum 還要再黏一點點厚一點點 但也沒有到很濃稠啦 因為我覺得保養品開箱好像 也用不出個什麼 所以然 可能就是想要記錄一下第一次用它 之後用起來如果好用的話我再跟你們分享 吸收了之後摸起來是有一點點黏黏的 也不是很黏 就是會這樣吸起來 那不是有些保養品廣告都很喜歡給你看 那樣吸起來 兩邊擦起來感覺 Brightening 的那個 Serum 好像更黏一點點 更濃一點點 都是屬於比較滋潤的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 Silicon Free Priming Moisturizer 他們的包裝都好簡潔喔 長這樣 它有一點濃稠度 它不會掉下來 沒有味道 他們家的東西好像都沒有味道 我好像擠太多了 我以為我擠太多了 結果推一推之後它就吸收了欸 而且摸起來不是那種油膩的感覺 摸起來軟軟的 軟嫩 然後不會黏膩 這個乳液還蠻舒服的欸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 Squalane Oil 我知道中文可能會翻成絞殺碗 或者是絞殺碗油 我不確定中文怎麼翻 喔喔喔 它好流動喔 啊 以我對Squalane的了解 它擦起來應該會是滑滑的 沒錯 就是有一滴滴滑滑的 我還蠻喜歡它這個滑滑的滋潤然後滑滑的觸感 再來這個是 Pure Cold Pressed Rose Hep Seed Oil 就是冷壓 玫瑰 果 油 一種超級無敵微弱的芝麻味 可是我買的那個什麼 Malvita的油 然後還有 還有香草級吧 的油也是有芝麻味 可是這個味道更淡更淡 咦 有尾巴 然後摸起來沒有很濃稠 打不出來算了 感覺是個滋潤 但是比較薄的油 等它稍微吸收一下就可以開始來化底妝了 今天要用這個 Bobby Brown 的這個新版的蟲草的粉底 我有買他們家舊版的這個 舊版的我就已經很喜歡了 我覺得光澤非常的漂亮 可是很多人說會暗沉 但我用起來完全沒有暗沉的問題 然後新版的這個啊 我用過幾次 可是我用也沒有暗沉的問題 因為舊版我就不會暗沉啊 然後有一些人跟我說他們覺得新版的啊 就有比舊版更不容易暗沉 所以給你們做參考 不過我是用不出來 再來 給你們看流動性 新版的我拿這個色號是 Porcelain 舊版的是滴管的 舊版我自己買的這個色號是 Sand Sand比較黃一點 深一點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舊版的流動性比較高 新版的好像就比較格一點 這樣應該很明顯吧 不要看顏色啊 因為這兩罐不同色號 好像質地就很不一樣 然後我想說上半臉給你們看 舊版和新版的差別 但是因為色號不一樣 所以我只能看一些光澤什麼的 然後這一顆蛋 我之前直播的時候我用過大家就很好奇 這個是愛杜莎去年出的蛋 但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這個蛋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還不錯用 好 先用舊版的 上在這裡好了 我之前分享專櫃粉底的時候啊 我就有跟你們說過我很喜歡 舊版的這個 然後我有說我很喜歡用那個 氣墊粉撲上起來的效果 可是我今天用濕的海綿啊 是因為新版的這個比較格 有沒有 比較格 然後用氣墊粉撲啊 就比較沒有那麼好推 所以我就想說用粉 欸不是粉撲 用海綿 這一半就是這樣 我覺得它的光澤很漂亮 然後遮瑕度的話就是一些膚色不均啊 泛紅啊都可以修飾掉 這個是我的舊愛 不是舊愛 舊版 然後再來看這一坨 新版的 海綿畫一邊 欸 欸 好像跟脖子差不多欸 我好像用Porsaline比較差不多欸 跟我脖子顏色好像一樣 好 給你們看 不要管顏色的話呢 我覺得只看光澤妝效 舊版的光澤比較 比較漂亮 然後它的質地比較水 比較輕薄 比較透 然後新版的呢 我覺得它的遮瑕度再高一點 然後它質地比較濃稠 有光澤上面 沒有舊版的這麼透 這麼水光的感覺 但是 根據網友給我的回饋呢 新版的 比較沒有暗沉的問題 舊版的可能比較多人用會暗沉 但我用不會 我現在黑白無常來好奇怪喔 我先把底妝顏色處理一下 我打算就是 把它混在一起 兩邊一起用均勻一下 可是新版的有壓頭比較方便欸 舊的那個低管常常弄的 就是平口髒髒的 其實我最終的心得居然是 我覺得新舊版這樣混在一起用 還不錯欸 就是光澤還蠻漂亮的 然後遮瑕度有提升 然後遮瑕我也要用BobbiRound的 然後我先用這一支Sand 先修飾一下 就是淚溝這個最深的地方 遮瑕膏應該不算開箱啊 這個我以前就分享過了 他們家這個遮瑕膏就是 質地比較厚一點 可是不會油膩 所以它不會跑來跑去 然後遮瑕度還蠻高的 然後再用這一支是Warm Ivory這個色號 然後我想要把這個沃蠻的底妝推掉一些 這樣會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卡紋路 然後我喜歡再用乾淨的化妝棉 把上眼皮的底妝擦掉一些 不然我的雙眼皮折的地方啊 過久了之後會容易積一條線 然後把邊緣拍一拍 這樣才不會有一個擦過的痕跡 我覺得這個眼角啊 底妝也要少一點要擦掉一點 不然笑一笑眼睛動一動眨一眨 這個眼角也有可能會積線 那你如果覺得上眼皮或是眼角容易暗沉啊 我會建議你用有遮瑕效果的眼影底膏來遮 會比直接用遮瑕膏來遮 比較不容易積線卡紋路 那如果你用遮瑕膏來遮也很OK的話 你就不要管我 你就會繼續做你原本的事情 我也會想要把嘴角的粉擦掉一點 這樣嘴巴講話動一動都不會積線了 不然嘴角積一坨粉感覺很尷尬 然後我要用這個蜜粉餅 來定妝 那我用的時候它是一號 它這個啊就是有一咪咪米色調 所以它有一點點修飾泛紅效果 可是因為它透透的 它是蜜粉餅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遮瑕度 然後它是沒有珠光的啊 上起來就是霧面的 一般定妝用這樣 然後我要定在我剛剛有遮瑕過的地方 那其他地方我就沒有要上蜜粉 因為我是乾肌 目前我覺得讓它這個狀態還蠻剛好的 應該要把這個 我的下眼皮這邊有一條紋路 我要把它推開再定 不然它就會 積一條線 好一點點就夠了 再來我要噴這個 我之前就有分享過這個Colourpop的這個定妝噴霧 然後它底部都會有一點點白白的沉澱 所以用之前要這樣晃一晃 這個很香喔 如果不喜歡香味的你就不要買 可是它很適合乾肌 好舒服喔 然後光澤超好的 我要強調一下只有乾肌才可以這樣用定妝噴霧取代 全力上蜜粉喔 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你最好還是上個蜜粉 不可以直接用定妝噴霧取代 不然你還是有可能會出油 然後呢我要用就是 萬年 都是用這一條 眼影底膏 呃 它噴水了 我眼影底膏噴水了 它是不是油水分離嗎 油水分離嗎 欸 又ok勒 欸怎麼會這樣啊 欸它又正常勒 我才買 一年多欸 奇怪奇怪 再來用我的霧面象牙白色 定一下眼皮 然後順便遮一下眼皮的暗沉 好就是一個乾淨的眼皮 然後呢我迫不及待 我超想要趕快用這個 因為我今天才剛拿到 Benefin的 的 的 的眉粉盤 眉辣盤 眉粉眉辣盤 我已經打開來偷看了 但我還沒有摸過它 叮叮 然後裡面有 有什麼啊 欸爽 裡面有一個鏡子 然後 有 三顆眉辣 然後四個眉粉 然後這個是裡面附的刷具 有螺旋酥 扁刷 還有兩頭斜角刷 我還蠻喜歡這種眉粉盒裡面有附螺旋酥的 因為我覺得 化眉毛之前要先把眉毛梳整齊 螺旋酥真的很好用 雖然它小小的 然後它好像也可以拿來沾眉蠟來用 然後這個扁刷和斜角刷啊 是有彈性 然後薄薄的 不會很硬 也不會很適 但是 因為我用過了 蘇苦的眉粉 然後裡面附的斜角刷 還有這個扁刷啊 毛量很豐厚又軟 就像是正貨的刷具一樣 所以我就被蘇苦的眉粉盒 我就寵壞了 寵壞了之後呢 我就覺得這兩支我覺得還好 主要是螺旋酥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這螺旋酥是 捏耳膊 不會刺皮膚的意思 好了我要來畫眉毛了 很期待畫眉毛 因為我最近才把眉毛修 修整齊 修乾淨 前陣子一直像魯冰遜一樣的 我先用乾淨的螺旋酥 把眉毛給 梳整齊 欸這鏡子很大很不錯耶 我就可以同時看到兩邊的眉毛 因為我覺得眉毛就是要可以同時看到兩邊 才有辦法畫對稱啊 第一次用的好緊張喔 我先用最淺的這個顏色好了 欸我喜歡這個鏡子耶 這鏡子真的還不錯 我還蠻喜歡benefit的眉粉 因為我有他們上一代舊的眉粉 可是是深色的 所以我最近都沒有拿出來用 因為我現在頭髮是淺色 因為我現在底妝其實是還蠻 蠻油潤的底妝 尤其是我沒有什麼上蜜粉 然後他這個眉粉啊 並沒有很容易結塊 所以他還是可以畫個很清爽的眉毛 我現在都只有用最淺的這個顏色來畫 可是他沒有我想像中的淺 所以如果你要畫那種很日系黃黃的茶色啊 這個最淺的還不夠淺 再來呢我要刷這個 最淺的這個眉蠟 然後我要用他的這個螺旋酥 我就直接刮刮他好了耶 喔還蠻好取的 不是很硬耶 可以可以可以 它有染眉的效果嗎 咦 眉毛的顏色變淺了耶 我等一下zoom in給你們看喔 眉毛顏色真的有被蓋過去 而且因為它有 它軟軟的 然後一咪咪黏黏 所以它可以扒上你的眉毛耶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上上去之後啊 它不會反光 它是霧面的 你們看它真的有把我這邊的眉毛變得比較淺 然後是霧面的不會反光的 跟這邊比有沒有 這邊眉毛比較黑 可是啊我剛本來把這邊眉頭的毛 讓它用那個眉蠟把它立起來 然後剛刷的時候它會立起來 然後那個膏體會扒上去沒有錯 可是因為它那個眉蠟是比較軟黏的 然後它過一段時間呢 它慢慢就會又倒回去了 不錯就是說你的毛插到外面來 它可以把它弄回去 可是眉頭的毛要站起來啊 它就比較沒有那個力道 但它可以把你的眉毛顏色變淺沒有錯 然後最後我想來試試看它可不可以當作眼影啊 所以我就拿 拿這個顏色好了 欸很顯色欸 沒有問題啊而且很好暈染欸 我就這樣亂畫欸 欸不錯欸 很好暈染啊 那我用最淺的當眼窩暈染色試試看 我覺得這樣可以完成一個眼妝欸 我覺得這樣可以完成一個眼妝欸 這不錯欸 除了沒有打亮色 除了沒有打亮色 如果當眼影完全沒有問題欸 所以這盤其實適合自然髮色欸 不適合淺髮色欸 雖然它的色號是Light Medium 我打算拿最淺的顏色當鼻影 你看看吧它是冷色調 完全沒問題啊 當鼻影可以欸 就是要把顏色在手上調整一下 要沾掉多一些 這樣才不會上太重 很多功能 但它鏡子很大 我可以照大概半張臉吧 我沒有想到我摸一個眉毛摸這麼久 真的摸太久了 我今天這個影片啊 主要是要開箱我賣的 Suku 的眼影塞紅還有唇膏 就我不知道在眉毛摸那麼久 因為這個產品真的還蠻有趣的 好啦 那我們趕快來開箱我的眼影 欸我應該先把這邊眼睛卸掉 我剛剛 忍不住玩了一下 我買了好一陣子欸 憋好久喔 憋好久才來開它 因為想要錄開箱 欸這個桌子好亂喔 是這個 有沒有看 超美的吧 感覺可以一路春夏都可以用下去欸 欸如果去掉這個橘色 另外這個顏色也還蠻適合秋冬的 超級美 我要來刷色了 顏色都很飽滿很鮮豔 然後呢它的質地啊 不會太濕也不會太乾 就是綿綿的那一種 而且連這種紫色啊 這種深紫色是最難做的 它一樣跟另外三個顏色是一樣 就是很滑順 很好暈染 然後沒有結塊的問題 然後它的這個最淺的顏色啊 它其實有一點點紫色的色調在裡面 不知道怎麼能看出來 一點點紫紫的 然後看一下裡面附的刷具 我覺得買SUQQU的眼影還有腮紅 都會被它裡面刷具寵壞 它的毛量啊彈性還有剪裁 都非常好 你們看側面這個厚度 正面 這真的太棒了 它們家的刷具 太厲害了 然後另外一隻就是 雙頭海綿棒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比較希望它附兩把刷具給我 因為我覺得這種海綿棒就是消耗皮 要來實際用在眼睛上了 但是我還沒有想到我要畫成怎樣欸 嗯 那我要現在用這個橘色 這個橘色 你看這個暈染 有沒有很像水墨畫 超美的 那我要來上在眼頭眼尾的位置 就是 隨便畫 我還沒有想好 就直接用它這把小刷具來暈染 也不會覺得很勉強 也畫得很輕鬆 然後暈染的效果很好 沒有邊界 沒有濁調 還是很乾淨 眼頭的地方我想要畫到就是 張開眼睛可以看到一點點的這種高度 所以就從睫毛根部這邊下手 然後慢慢往上加 再來我要把這個黃色上在眼皮的中間 再來我要把這個黃色上在眼皮的中間 我覺得它這個黃色跟歐美那種很強烈的金黃色不一樣 因為它透透的 所以它疊在中間啊 你不會覺得變得更鮮豔 而是它暖暖柔柔的 然後它這個透透的黃色跟旁邊橘色啊 重疊的地方啊 我覺得那個層次好美喔 而且很好暈染的 我覺得用手指頭就可以了 中間就用手指頭稍微把它過渡一下 欸我在買的時候啊 我認為我最喜歡的應該會是那個橘色 因為我覺得它很鮮豔很跳 結果我上眼睛之後 目前為止 我更喜歡這個黃色欸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這個黃色 就是在盤子裡面看起來 像是那種很貴氣的金黃色 可是上眼睛之後啊 感覺就柔柔透透的 喔我好喜歡這個黃色喔 真的好可愛喔 再來用這個紫色來加強眼尾的地方 這個紫色啊 疊在那個橘色上面之後 它就變得有一點酒紅色調的 然後眼頭也加一點點 再來把這個最亮的顏色啊 拿來打亮眼頭 然後我想要再把這個最淺的顏色啊 上在上下眼影中間的地方 再來用RMK的睫毛夾來夾睫毛 然後畫黑色的內眼線 然後再來我想要畫紫色的外眼線 然後我用的這個是 Adjection的眼線筆 這樣的話 看起來要是油膜的 好可愛喔 所以我想要是油膜的 然后我想要再把这个紫色 按在刚刚画的这个眼线上面 然后再来就刷睫毛膏 睫毛刷好了 然后我还顺便把刚刚那个 Dior的唇油给擦掉了 再来就是要开箱我新买的腮红 我超爱这一颗的 超美 他们家的腮红都好薄 超好看 而且我觉得跟我今天的眼妆还蛮配的 一边是这种肤色调的蜜桃色 然后一边是暖棕色 我觉得这个组合啊超级实用的 只用这一半也可以当做bronzer 然后他们的刷具一向都非常好用 给你们看侧面毛量就很丰厚 然后弹性也非常的好 你们看超级服贴没有粉感 而且他的光泽啊非常的隐约 没有颗粒也没有什么亮片 就是一层光 那我想要把它整块混刷 就是像中间的这个混在一起的颜色 我淡淡的上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超美的性色 完全不会显毛孔就跟底妆还蛮融合在一起的 这光泽真的很自然很漂亮很日常耶 然后另外一边呢我非常想要试试看这个橘色 可不可以当做腮红 可是下手一定要很轻就是了 我没有试过来试试看如果失败就算 然后我想要用他的这个腮红的刷子 然后轻轻的沾一点 在手上刷掉多余的 我觉得也很好看耶 这边就是刚刚那个橘色嘛看起来比较 活泼一点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那个蜜桃棕色的 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沉稳一点的 我觉得两边都非常好看耶 那我要再来把这个当做打亮试试看 用这把空山星宇10号好了 这个毛比较松 不然我很怕一下去太亮了 而且他这个每一格也还蛮大的诶 真的可以沾诶 我现在上一点点淡淡的我觉得超级好看诶 我要再把它加亮一点诶真的很好看诶 我要再来加一些 把它上的明显一点 我现在上了很多诶 我本来以为只能用一点点不然会太亮 但是我现在上了很多根本没有问题诶 你们看 而且它看起来超透的 因为它粉质很细光泽很细 然后它的那一点点紫色调啊 看起来就变超清透的 好喜欢这个哦 这个当打亮超级好看诶 而且我觉得这个当打亮比当眼影更好看诶 新发现这真的 我要来打一个超亮 而且它真的完全 它就是不显纹理诶 我今天脸好亮哦 因为底妆已经很亮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眼影 这个眼影真的好划算哦 你看买了之后都可以当腮红 然后又会有打亮 而且一点都不勉强 我真的觉得超好看的 这一盘真的 大推荐 就算你不画眼影的时候 你当做腮红还有打亮来用 也超级好用的 而且也不一定要化成我现在这样 就是这么缤纷的眼妆 其实你只要用这个 深紫色加深一下眼尾啊 然后这个浅色打亮一下眼头啊 这样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眼妆啊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当打亮 就真的超级美的 大推荐 大推荐这个 赶快去买 超好看 而且再来春夏就很适合用这么跳的腮红 我这样淡淡的上 真的很好看哩 再来是唇膏 我之前 本来有想要买舒克的唇膏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唇膏我都不太喜欢 就是那种日系的很水透淡的那种 然后这次我发现他们出了霧面的唇膏 然后就马上包走一支 我这个是7号 给你们看他的包装超精致的 他是霧面的黑色哦 然后顶部长这样 中间长这样 然后这边管子这边有 有舒克 可是好像拍不太到 应该可以看到 就他很精致耶 然后我要直接把它上在我纹路最多的手 这边 看起来是很润 然后颜色也蛮实的 可是呢他完全就是不霧面 但我去柜上买的时候啊 柜哥跟我说这个是霧面唇膏 然后我试了之后我说真的不霧面 他说这已经是他们的霧面唇膏了 所以提醒一下他其实并不霧面 但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他们的霧面唇膏 所以我还是叫他霧面唇膏 我选了这个颜色啊 他是有一点橘色调的土棕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百搭的 而且很显白很称气色 直接擦 我这直接涂满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颜色真的很显气色耶 完全不干非常的滋润 然后我想要加一点Bronzer 所以我想要用这个 这不是开箱啦 这我之前分享N百次的 Benefit的Who I like 然后用他们的刷具 我还是觉得这个唇膏颜色好重喔 就是跟我的眼妆没有那么搭 所以我想要把它擦的淡一点 就是反正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支饱和的话擦起来是这样 然后把它换成淡一点的擦法 用海绵上面剩下的比较刚好 如果再挤心的粉底啊 就太太多了 我用侧面干净的地方 把嘴唇的底妆再擦掉一点 好这样差不多 然后我想要用手指头沾 然后轻轻拍的 这样就比较配这个眼妆 那我觉得这样擦也很好看 那我发现这个颜色啊 如果擦这么淡啊 有一点像嘴巴本来的颜色 好像嘴巴本来就是这个颜色这样 好自然喔 如果淡淡的擦的话 突然想要擦一点唇蜜 我想要擦这个 Cell Vogue的黄色这一支 这是几号啊 5号 本来是黄色的 应该很好记 它擦起来是透透的 所以它不会真的很黄 然后我想要把它叠上去 我觉得叠这个黄色的唇蜜很好看欸 它就变得有一点点橘橘的感觉 然后要把它擦一擦 不然就会有刚刚那个口红红红的 你们可能会想要知道这个黄色 本身自己是什么颜色 就是这样 擦很厚的话就是这样 那如果把它推薄薄的话 就会是这样 所以它就会提供一点点黄黄的色调而已 然后就会把你的嘴巴变得稍微偏橘一点 因为嘴唇上面本来就会有点红红的嘛 所以这个黄黄的 就会把你的嘴唇变得一点点橘橘的 这支超特别 我就是因为看它是黄色很特别才买 那我自己觉得SELVO的唇蜜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没有很黏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那个基白线 就是里面有一圈白线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黄色是我觉得最特别的一支 所以还蛮推荐的 不行喔实在太想刷染眉膏了 这个眉粉没有我的发色 刷一下好了 真的忍不住欸 本来想做就算了 稍微有点茶色感觉好一点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的开箱的妆容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拜拜